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感谢艾云 没问题 心里现状 话以为一直都说一通 为什么明明地点都变成了黎月 你们节目里却没有黎月人呢 请你解释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理由呢 我们会保持专业的态度 虽然我们没有黎月人 但是我们有黎月的氛围 我宣布本期的蒙德茶会 将更名为黎月雅吉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 新的一年希望能够一直喜欢我们 那么本次记者到 呸 那么本次记者招待会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还请大家准备好快乐水 和我们一起久违的来一场 蒙德 黎月 醒醒我们改名了好吧 导播前面这段掐掉啊 一起久违的来一场 黎月雅吉 秋秋人生态观察学会 哇新年新气象 大家新年快乐呀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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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管是离跨年 还是离春节都挺远的 这个时间点有点尴尬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对呀 一走一走 那么新的一年呢 新的一期茶会 我们就要从学习开始 嗯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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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来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能够学习到更多更多的新知识 都越来越好呀 那上次我听说有小伙伴觉得 我们教的秋秋语太少太简单了 你逃 好家伙 我这暴脾气怎么忍得了 你们那么有求知的精神 那么今天我们就多学点东西 除了秋秋语之外呢 我们今天将走进秋秋人的生活 朗朗乾坤 一众秋秋人为何竟倒在自家营地 天网灰灰 究竟是什么人在大肆虐待史莱姆 光天化日 秋秋人熟睡中却惨遭殴打 为哪般 敬请关注原神年度具现 秋秋人生态观察学会 走进秋秋人的内心世界 龙哥怕破阴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严肃正经的 因为我们会让奥兹前往现场 替我们观察秋秋人的所作所为 奥兹 化作我的眼瞳 代替我审判这个世界吧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看见了 奥兹你待会就直接投影到 我们背后的屏幕上吧 奥兹竟然这么方便啊 那么这么方便的奥兹 在哪里才能买到呢 现在就下载原神APP 新年大速箱满十五减二十 全场包容 停停停停停停 已经可以了已经可以了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像你们 那么憨憨了好吗 亏到做公交了 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就是那个 什么秋秋人的日常行为模式 我觉得你们就挺像的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每日委托里面会有一种叫什么 圆滚滚呀大危机之类的委托呀 我知道 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委托之一了 因为很简单 就干就完成了 干完之后 还可以拿到一地的材料 对对对对 我还是更喜欢那个攀高危险 就你不用管那些怪物 直接冲进去把两个那个大的塔 对对对对 那个是很简单 但是我为了拿材料 每次都会把怪物 等第二波怪来了以后 全部都干掉的 嗨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懒 你们不能这么功利知道吗 跑题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马 马克思 不是不是 不是 马 马斯 马斯 就是那个小女孩 嗯嗯嗯 她将这方面的那个研究成果 近期呢和我讨论了一下 那么我呢也和你们分享一下好了 来 现在请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画面 好 好子 上班了 你们注意到了吗 这个委托呢 都会出现几个活史莱姆 竟然 那 难道 秋秋人是在奴役史莱姆啊 太惨了 幸好这期盼盟不在 说起来好像确实会有秋秋人 会扔那种活史莱姆来炸我们 西四季空好可怕 对了哦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秋秋人日常行为中 与活史莱姆有关的部分 大家要认真听讲啊 秋秋人会使用活史莱姆作为燃料 或投掷武器 因而他们的营地中总会有些 颜色醒目的木桶 满城着活史莱姆 又烫手的活史莱姆无能狂怒 所以这个委托竟然是案发现场 世界观崩塌了 世界观也崩塌了 并且呢你们应该也能注意到了 这个委托里的活史莱姆 会被放在一些成了水的温里 对对对对 我还以为他们俄派梦一样喜欢吃史莱姆呢 我也以为是在煮它 喜欢吃的是你们俩吧 难道是为了把活史莱姆的那种火元素给耗光 就拿起来不会烫什么呢 哎你好聪明哦 龙哥怎么那么聪明 没错啦 秋秋人的形象在我心中突然 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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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们每日任务打得秋秋人 怕是不比秋秋人撞得实来不少 闭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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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别管龙哥了啊 我们来学习一下下一个知识点 好奥姆换蝶 好 好 这也是一个每日委托的内容 我知道 这个后面还要你去找那个什么 坚硬的板板还有绳子的 别说了别说了 我的手已经开始F了F了 肌肉记忆 哎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秋秋人到底是在打劫呢 还是在打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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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还是在纯粹的搞破坏呢 这我还没有去笑我 放着不管他的话 会彻底不怪掉吗 反正不管哪种都不好 我就有理由打他了 那么素素老师 秋秋人到底在干什么呢 秋秋人 我也不知道秋秋人在干什么呢 秋秋人 今天的第二个学习要点呢 就是秋秋人的日常行为中 与抢劫商队有关的部分 看啊 抢劫商队时 秋秋人会对商队成员挥舞武器 盾牌或者拳头做出威胁动作 大家都知道的那种啊 另外呢 会有秋秋人无能狂怒攻击 马车上的货物 因为智力低下的秋秋人呢 什么低下 因为智力低下的秋秋人呢 不太理解如何打开绳结卸下货物 显然呢又没有携带便利的刀具 这 另外的有点可爱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增加 谢谢 谢谢 今天也学会了很多知识呢 不对 秋秋人不会说人话 不用再这样说 这些都是重点啊 期末考试要考的啊 那么关于秋秋人呢 如果你们还有想知道的事情 欢迎给我们发邮箭投稿 说不定下一期就可以为你们解答疑惑啦 投稿 蜜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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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罪的皇女 又开始了又开始了 准备发病了啊 嗨 谁还没有个中二病史诗呢 当众处刑还可以让患者早点圈 说你的道理 话是会越来越严重上瘾吧 不过我听STOP说 这个环节投稿还蛮多的呀 好艳艳艳艳 我真的很期待这个环节投稿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环节的 发病潜力很好 你试试这么一开场 就没有让我失望 发病还行 裹酒壶没有酒 中二病 却是病 什么呀 好适啊 带试人呐 我已经提前看过了 确实是病得不轻啊你们 真的 还是赶紧给他们楚楚行 断断罪吧 好啊 第一位断罪嫌疑人 末代 旅行者好 嗯 好 啊 这 啊 这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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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念呐 啊 啊 这啥呀 好像也不是英文的样子 走走走 这是我腿 我我腿 哦哦哦 不对 不好意思 我放错版本了 这好像是 是个外国旅行者 对 放错版本了断罪 没有罪 那我肯定是无罪释放呀 这好像是一个外国旅行者的投稿 哦 来来来那个 感谢支持 但是我们已经准备了翻译版 好耶 翻译版来了啊 嗯 我男朋友给我的戒指 被猫吃掉了 嗯 猫是安全的 但戒指 总是在里面 有翻译版 我的朋友非常生气 因为他说 我丢了他给的戒指 但是我不能要割掉猫的肚子 毕竟这是一条生命 我有罪吗 这谁翻的 哈哈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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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其实我觉得好像无罪吧 对 我也觉得无罪 你做的罪啊 不能对猫猫不好 不过还是潜意可以带谁医院看一下 嗯嗯 我也觉得好好和男朋友 朋友 朋友 解释一下的话 请求原谅应该会理解的 嗯 好的 那么就请飞仙做出决定吧 嗯 本黄女断定你 无罪 耶 黄女真好 我永远喜欢飞仙 首先还是很同心你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嗯 不过我也觉得就好好道歉 然后解释一下 你男朋友会理解你的 因为就像你说的一样 猫猫也是生命啊 是 对啊 是啊 而且宠物我相信 就是你跟你的宠物 肯定也是有感情的 这也很珍贵啊 然后就是像刚刚包包说的一样 一定要带去宠物医院啊 好好看医生 对 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对对对对啊 好担心啊 对 可以去寻求一下帮助 嗯 那希望能够帮助到 这位外国友人啦 嗯 也希望这件事能够有一个好结果呀 那什么吧 今天这个投稿很正常啊 对啊 好正经啊 好不习惯 是啊 对 那么第二封就请包包来念一下吧 好嘞 来自断罪嫌疑人 丑爵一地 旅行者好 哎 我昨天帮直播间的老板刷圣遗物 先是出了一箩筐的防御头 强化圣遗物又是生命直拉门 看着直播间老板抓耳挠塞的模样 虽然很想笑但心里又很愧疚 哇 难道我也要走上道歉主播的道路了吗 我还想多献上几句甜甜的祝福啊 这样歪老板剩一物的我 请小艾咪为我断钻 能不能把摄像头拆了 我的摄像头也是这个样子的 舒服了舒服了 贪生怕死决斗士 勇往直前少女心 你们这些人就是一点都不为别人着想一点 我觉得有罪一定是你强化的时候心不够虔诚 你的心意没有借到优胜劣汰好吧 你就这样扼杀了这么多圣遗物佩子呢 好可怜哦 这角度刁钻 犯犯我 妈老师觉得别骂了别骂了 我觉得我很虔诚啊 我要抛开我要抛开马老师自己 我要作为小艾咪为她断罪 本皇女断定你 有罪 皇女一名啊 为什么 皇女公正 就是因为能强化至少说明主词条是对的 这就是给了老板希望啊 所以有了希望才会有失误 所以就是你的问题 你就不应该给老板刷出主词条对的生意物的 这样老板就不过期待了 未曾设想的道路 这个角度才是真的刁钻吧 不愧是你 不愧是你 好 接下来这一封我们 一定要让马老师自己来 对 一定要让飞谢尔来啊 要那个什么用飞谢尔声线来说 而且 啊哈哈哈哈 突然好慌张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 来自断罪嫌疑人 嘿 旅行长好 啊 这是一个好熟悉的idea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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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亲爱的飞谢尔缝陆福士洛斯娜菲多特 以下简称小艾咪 身为一位 我小艾咪不下去了 身为一位马天天单位咪咪 本应有小艾咪主心 事实上我也确实满命了小艾咪 但我爱上了宁光 请 请问我有罪吗 PS我有一位仰慕的人 大家一般称他为止路为马老师 他大约是小艾咪妈妈桑那种感觉 结果他也没练小艾咪 却中情于温迪 请问 止路为马老师有罪吗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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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对待自己配的角色 对待别人配的角色 有什么不同吗 我就单纯看它好不好用 我也是 我会有一点不同 会有一点偏爱 虽然不会拿出来用了 那你说什么呢 90级了呀 90级也提出了很多 就是你看我那个琴 我是很想要琴的呀 然后就是就歪出来之后 也没养 养 养没有没有 其实养是养了的啦 但是怎么说呢 但是主队里面其实不太习惯用它 因为技快很晚才出来 对 但是我有慢慢的在用 会感觉 就你们会不会感觉就开荒时候 用的那个队伍就 对就不手感就 对对对对 好 其实我小艾蜜也养到了 70多 70多了 但是我我我阿贝多90呢 我不是重男轻女的妈妈 我只是 我用不顺手 我再努力 我再努力 好好 好那那这封信我们难道就不用断罪了吗 那么 断一下吧 请问他有罪 这位指路为马老师有罪吗 当然无罪啦 那就说 这位黑翼也没有罪是吗 啊 黑翼有罪 他怎么可以指出 指出 他身为马天天单单退滴滴 怎么可以指出指路为马老师的错误呢 他有罪 原来罪是这个 你看 他叫做指路为马老师错了 对他有罪 好的 哇 这罪不能饶恕了 好好看 那龙哥下一封就交给你了 别再给人家念成妄想了 丢人 老 老 老 诈欲了 别骂了 别骂了 来自断罪嫌疑人 模式甜点双奶鲜 李星真好 李星真好 我喜欢情团长 银妹 菲谢尔 还有 空哥 还有大家 当初是和朋友一起玩原神 开荒的时候呢 都很刮痧 都不会玩 朋友天天都在说 五星会有的 爆伤头也会有的 就 就这样折磨了一个月后 否标准持戒到了 我的朋友玩原神一直很飞啊 直到现在也一直在用温迪滑水 为了不伤害他幼小的心灵 括号破针 我没有换掉安博的头像 装作无事发生 平时也是各自打各自的复凡 但是直到他的香灵满命了 从那时起 他天天都说要带我刷本 每次来我世界 我都要换下我的迪卢克 和那个女人陪他刮痧 每次副本结束后 他都会问 怎么样 是不是比利兹一打快多了 都叫我泪流满面 求求了我负罪感好强 兄弟 其实我能秒了的 请问 但罪的黄女啊 我有罪吗 音乐波放弃 我可能不是龙 但你是真的狗 这好兄弟之间要坦诚相待好吗 但其实我也有这种心情 因为我平时都会照顾粉丝心情 在直播的时候会隐藏一下实力 不想让他们这个 就我比他们强太多 你是说打架的实力 说什么呢 不是你的粉丝不在意你那个实力 毕竟你就算有很好 不不这个东西总有人要做出牺牲的 有手呀 谁不知道你直播的时候已经 好好好 已经燃尽了 好好好 继续继续继续 继续好吗 那么 马老师请制裁吧 好 优业净土 绝不容忍虚伪的谎言 但若是为了改变悲惨的中幕曲 谎言或许也能重新交织命运 本黄女断定你 牛罪 飞雪儿牛 我觉得你就不要看她投稿写那么愧疚 其实她只是为了多陪她朋友一会儿吧 对不对 你等她自己都能刷 还要跟朋友玩什么呀 对呀 多好呀 但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感情 应该就是很不错 对呀 就多感人大 待你一下就能哭出声的那种程度 谎言找了机会和朋友表白吧 爱情需要勇气 如果你缺少这份勇气 就让我们来给你 不是 这 这是一个这样的环节吗 我也迷茫来了 好甜啊 好感人 哈哈哈 好吧 本期的投稿 议投稿比较多 所以我们再念最后 最后最后再念一封有趣的吧 好 好 好 来自断罪嫌疑人狐妖大人 吕鑫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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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 不足挂鑫 五只秋秋人正在呼呼大睡 眼看着大秋秋人就要冲过去 将他们撞个粉碎了 这个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拉杆 拉下这个拉杆就能启动机关 让大秋秋人跑到另一条路上 然而那条路上也有一个秋秋人在睡觉 我本着牺牲少数拯救多数的心态 拉下了拉杆 手持那个严顿的大秋秋人 跑上了另一条路 从那个睡觉的秋秋人身上踏了过去 场面惨不忍动 事后呢 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啊 虽然我拯救了那五个秋秋人 但是那个本来可以幸存的秋秋人 却因为我遇难了 无论怎么样 是我杀害了那个秋秋人 因此我认为我背负了罪孽 我希望断罪的皇女 伟大的菲希尔能够断定我的罪行 解决我的困惑 让我摆脱这样的罪孽 使我的灵魂得到救赎 可是 真的有这样的机关吗 可是如果他让大秋秋人 去把那五个秋秋人杀掉 就会有五个 掉五个 这个什么道具 你现在双手机打不对 你这个 你的思想太龌龊了 人家可是正义的伙伴 秋秋人被杀就会死 为什么就是不明白的 总得有人站出来 让自己的双手沾满无会 其实我觉得他做的是对的呀 你看被拯救了的秋秋人 还能活着参加明天的美日委托 所以不要难过对吧 微笑吧 别拯救了 别拯救了 我已经努力了 那么我们让小艾咪出来断个罪啊 虽会遇到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此刻 能做出决定的你 仍是一名出色的勇 出色的勇者 对不对再来个 虽会遇到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此刻 能做出决定的你 仍是一名出色的勇者 没有十全十美的命运 只能负重前行 本皇女断 定定你 本皇女断定你 无罪 好假老师前面吃了两次螺丝 还说错了假 好假老师 千万不要打中了 为什么呀 投稿好多呢 不过出于时间的限制啊 就只能先互动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厚爱 想要被断罪的 可以继续投稿 非谢尔的环节 其余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或是分享呢 都可以投稿到我们的听频 屏风营 多多投稿 投稿 大家都要来投稿哟 多多要来投稿 多多 今天也是充实的一天呢 和大家互动真有趣 对 没错没错 大家记得多多投稿 多多 我们刚才这个真的好营业哦 我们的邮箱 已经显示在了屏幕中啦 投稿和来信呢 都可以发送到这个邮箱哦 这个这个这个 那么怎么样 今天的节目有没有什么感想 嗯 我觉得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双声到 哈哈哈 我觉得秋秋人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节目 不是那个环节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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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趣 看过对像 那个 Running desde 对对 这 fight 对对对对對 设定向的东西的 对的 你也是考据党嘛 我也是考据党的 然后这次的那个断罪的内容 其实你们有个觉得 很温情 很温情 真的 就是能让人感觉到 这个世界 值得被温柔以待 是不是 而且就觉得 大家每个旅行者都好真实 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 对的 可可爱 希望以后这样子的 来信可以摸摸摸 摸摸摸 好 然后开场的时候 我们也说过嘛 这也是我们新的一年里面的 第一期产品 雅吉 雅吉 雅吉总感觉还是少了一点什么 雅吉总感觉 少了娘母娘母 没错 雅吉总觉得应该要看个书啊 对 或者怎么样 我们不就在探讨丘丘丸的 丘丘丸 丘丘人的 丘丘丸是什么 丘丘丸好可爱啊 娃娃你明天别来了吧 丘丘丘丸 我们不就在探讨丘丘丘人的知识吗 这也算是一种文学那种 好好好 这样的 好好好 好有文学感呢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么 每个人都用一句角色的感觉 给大家送上新一年的祝福吧 对啊 对吧 也感谢大家以来对我们这个 雅吉的支持 好 那 那我先来啊 好 好 与你一起 见证了蒙德的历史记录里 又多了一年 希望在未来 能有更多非工作时间的相处 那 丰啊 请容许我的私心 并非作为代理团长 只是作为情 再次启示 我的剑 将与你同在 本皇女早已知晓 我们的相遇 乃是命运的昭告 优业净土的时间规则 不同于凡事 不过本皇女 也会尊重你故乡的规则 即使时间一直在前进 即使到了终末之刻 我在此世降下罪乏之雷时 也不会伤及你 因为 你可是我的柱上之人啊 希望你能早日找到 寻人启示中的那个人 你一定能早日找到 寻人启示中的那个人 大家 新年快乐呀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以后也要一直喜欢 并且支持我们哦 不然本皇女 就要给你断罪咯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结束了 嗯 那么 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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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